大S真的太会拿捏汪小菲的情绪了 不久前 汪小菲赴韩国洽谈商务 同时也不忘与小梅展示一番恩爱 这无疑给大S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而大S 这位向来已经伤高 手段巧着撑的女星 自然不甘示弱 选择了在深夜发文 与王小菲展开一场隐形的较量 武时然而 大S这次的发文却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 反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他原本是想通过这组照片来影射王小菲 展示自己的幸福生活 却不料再无意间曝露了聚俊叶的一件尴尬事 大S做事一项很有针对性 这次发文也不例外 他精心编排了一段文字 既是为了秀恩爱 也是为了给聚俊叶即将在五月份举行的音乐会做宣传 从发文的内容来看 大S的目的十分明确 他想要通过这组照片向外界展示他与聚俊叶之间的恩爱关系 同时也希望借助自己的影响力为聚俊叶的音乐会吸引更多的关注 然而网友们对于大S的这波操作却并不买账 在看到大S晒出的聚俊叶照片后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不屑 认为聚俊叶的这些行为并不值得炫耀 有人甚至调侃到 聚俊叶不就是撸了个铁 骑了个单车吗 有啥可酷的呢 不过 最让大S尴尬的还是他在为聚俊叶音乐会做宣传时无意中暴露出的尴尬事实 原来 从聚俊叶召开记者会正式宣传音乐会开始 到如今大S发文宣传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的时间 然而 根据之前的海报显示 聚俊叶的这场音乐会最多也只有400个座位 这意味着在十多天的时间里 聚俊叶竟然连400张票都没有卖完 这对于一直以艺术家自居的聚俊叶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因此 当大S再次发文为聚俊叶宣传时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质疑和调侃 有人认为大S和聚俊叶费尽心思做宣传却仍然卖不出票 这说明他们的音乐水平确实有待提高 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说 若是大S与聚俊叶费尽心思做了好一番宣传后 聚俊叶人就连400张票也卖不完 那聚俊叶这水平也就趁早别搞音乐了 总的来说 大S这次深夜秀恩爱的行为虽然用心良苦 但却因为暴露了聚俊叶的尴尬事实而翻车 对于大S深夜发文秀恩爱却意外曝露剧俊叶音乐会售票尴尬一事 网友们的评论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观点 部分网友对大S的行为表示理解 认为他作为妻子支持丈夫的事业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他们也对聚俊叶音乐会的售票情况表示了质疑 认为即使有大S的助力 如果音乐本身没有吸引力 那么票房惨淡也是难以避免的 同时也有网友对大S的发文内容表示了不屑 他们认为大S在文字中过分夸大了聚俊叶的魅力和能力 实际上却暴露出了聚俊叶在娱乐圈中的尴尬地位 这些网友认为大S应该更加务实地面对现实 而不是通过夸大其词来维护自己的形象 此外 还有一些网友对大S和王小飞之间的恩怨纠葛表示了关注 他们认为这次大S的发文是对王小飞的一种回应 也是两人之间明争暗斗的一部分 这些网友对于娱乐圈中的这种纷争表示了兴趣 并纷纷猜测两人之间的关系走向 总的来说 网友们的评论反映出了对于这一事件的多种看法和态度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这也正是网络舆论的多样性所在 不过 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决定 并理性看待娱乐圈中的种种现象 从多个角度来看大S深夜发文秀恩爱却意外曝露剧俊叶音乐会售票尴尬一事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分析 首先 从个人情感角度来看 大S作为剧俊叶的妻子 发文支持丈夫的事业 然而 由于意外曝露了售票的尴尬情况 他的初衷可能并未完全实现 反而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其次 从公众形象角度来看 大S作为公众人物 他的言行举止往往会受到更多关注和评价 这次发文虽然可能出于个人情感 但也被视为一种公关行为 然而 由于结果并不理想 甚至可能给他的公众形象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也提醒了公众人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时 需要更加谨慎和考虑周全 再者 从商业角度来看 大S作为原本可能是为了增加剧俊叶音乐会的曝光度和关注度 从而促进票房销售 然而 由于网友的质疑和调侃 这一努力可能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这也反映出在商业宣传中 单纯依靠个人情感表达可能并不足以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和认可 还需要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和有效的宣传策略 最后 从社会舆论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和关注 不同的网友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形成了多样化的舆论氛围 这也反映出社会对于娱乐圈中明星的私生活和公众形象 有着高度的关注度和评价标准 综上所述 大S深夜发文秀恩爱却意外曝露剧 郡夜音乐会售票尴尬仪式 从个人情感 公众形象 商业和社会舆论等多个角度都呈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也提醒我们在处理类似事件时 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从网友的反应来看 这一事件也反映出了公众对于娱乐圈明星的高度关注和评价标准 网友们的评论多种多样 既有理解和支持的声音 也有质疑和调侃的言论 这也说明 在社交媒体时代 明星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因此他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自己的形象和言行 总的来说 大S深夜发文秀恩爱却意外曝露剧 俊叶音乐会售票尴尬仪式虽然不算大事件 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时都需要更加谨慎和考虑周全 避免因为一时的冲动或疏忽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 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娱乐圈中的种种现象 不要盲目跟风或过度解读 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